大家好 最近呢 我增加了两个小设备 关于房车旅行的 第一个呢 就是这款 TDS测试笔 是什么呢 是这款水质的测试笔 很多朋友都有的 我呢 也买了一个 以前我是不用这个东西的 后来朋友说你买一个吧 后来我一测 自来水也好 什么也好 树值呢都挺高 我也不知道 到底准不准 也许我这个比不准 也许那个水质 确实是这样 这个东西我觉得呢 有没有意义呢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如果你长期住 你要了解当地的水质 到底能不能掩用 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 可能有参考意义 但对我来说呢 意义呢 不是很大了 首先我的饮用水 都是买的矿泉水 我不可能用当地的自来水 或者是井水 哪怕是山泉水 一般情况下 我也很少用用 我最多是往水箱里加一加 但是我很少用它来作为 这个饮用水的 所以说这个比测试的 我不可能 就是水质再好 我也不可能用 它来饮用 当然了 如果假如说我是长期旅居 或者说是到了一个地方 在那里半定居状态 可能我会用当地的自来水 它就有用 但是作为我来讲 目前没用 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东西 有什么看法 认为它有没有用 好 再介绍第二个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套筒的扳手 十个 十个大小 然后把它套上去 有一个霸 我其实是找来的 以前就有 你看 这样一转 它还有双向的 这样是紧的 按过来 它就是松的了 这就是松的 这样呢 就是上的 就是顺势针 转 按过去 就是逆势针 干什么用的呢 我前两天 不是给我的轮胎吗 加了延长气嘴 延长气嘴 上面有一个 固定的一个螺丝 正好是十个大小 我呢 就背一个这个 每跑一个地方 我就下下检查一下 我的固定器嘴的螺丝 松了没有 我觉得 车上背一些 这些简单的工具 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了 这个东西 这个把手啊 还是很好的 然后这些杆子 也可以背一个 这个呢 你可以多背几个型号的 你像我这个套筒的 这个是十个的 你还可以背 不同型号的 八个的 十一个的 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背一个 非常方便 有时候你没有工具 修理一个任何的东西啊 很着急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讨论 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